那第66題 an是n加n分之1 那他要你去判斷 這個sequence他是 是否是递真或递減或者是都不是 然後再來他有沒有 被 某個數字 把它包住 他是不是放棄的 好 那去看一個數列 他是不是 递真或递減 你可以用 跟前面這題的 想法有點像 你去用一個 函數 去 先用一個函數來表示他 去看這函數是否递真或递減 然後再去把他的 格子點找出來他就會递真或递減 那一個函數是否递真递減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去看一次微分 是不是大於0或小於0 是否橫正或橫幅 就可以了 所以第66題 第一部分 你就 令 fx 等於 x加 x分之1 然後其中 x是大等於1的 那接下來看他的一次微分 一次微分是1 1-x 平方 分之1 這樣 可以嗎 一次微分是1-x平方分之1 那因為x是大於等於1 所以 分母是大於等於1 所以他是1-1 小於等於1的數字 所以他會大於0 直接寫大於0就好了 只要x比1還大 他就會大於0 所以表示這個函數他本身是地震 那他的 他所 x當是 正整數的時候就是他的起棍式 也會跟著地震 因為他是在函數上面的地 所以 所以 所以fx是地震 那跟著 an 也會是地震 好 那第二部分他要去看他 是不是bundi的 他是不是bundi的你就直接去看 那 ng 像無窮大的時候 他是不是 他會不會去進成某一個字 這個 他是不是 不存在的 他居下無窮大 所以 他就不會被防抵住 我如果不是被人還看過 我是不是 他還是在沒有 我不是被防抵住 ,我不是破是 太難題了 你 很危險 你 是